落实到程序实现当中 我们来把它落实到程序当中 看一下 左边就是课件当中给大家画了一图 那这种想了 我们来开始写了 写的过程当中 一开始的情况下先想 一开始我们是不是得找到中间的一个变量 把第一个要找的这个数据 作为中间值给存起来啊 也就是说刚才写的 必须要有一个变量 把第一个值54给存起来吧 所以现在一上来 有一个中间值 比如说就叫做中间的这个mid value 它应该等于谁呢 等于例子当中的0吧 先想第一遍啊 也就是说 它应该是找到的第一个值 找到第一个值之后的话 现在我是不是得有两个游标来进行辅助啊 也就是说一个是low 一个是high吧 对吧 所以紧接着 有一个low 还有一个high 那这个low一开始是指向谁的呢 是指向零这个位置上来吧 那high呢 指向到谁 指向到最后一个吧 一上来的话 我们是不是一个指向头 一个指向尾啊 对吧 比如说一个指向头 是不是在这里面 它写的是一个i 一个i等于头 一个是接 是从尾开始的 那么尾应该怎么来写 尾的下标是谁 n-1吧 那所以我们把n也写在这 n应该是列表列表的长度 对吧 好 那这时候紧接着再看 中间只有了两个游标有了 紧接着就可以开始让它移动了吧 对吧 开始移动了 那移动过程当中 首先我们要进行的一 第一步就是判断 high当前所指的元素 它的大小的吧 所以我们要来判断了 如果说a list当中 这个high它所指的这个元素 如果说它是大于中间元素的情况下 它比中间元素大 那也就意味着这个元素就应该留在右边吧 留在high的右边 所以我是不是让high直接往左走啊 对吧 直接让high往左走 往左走的话 它的下标是不是-1啊 -1-1往左走吧 所以往左走的方式就是high-等于1 没问题吧 左走之后 那你想它走到什么时候停下来呢 什么时候停下来呢 是不是这两个条件 这一个条件不符合的时候就应该停下来了 它停下来的话 那紧接着是不是得有一个交换的过程 不是交换是复制的过程 当这句话看一下 这个条件 等一下 这条件是用来进行判断的 我们让它往左走的话 是不是得有一个循环 控制它往左走 对吧 所以这时候把这个控制往左走的循环给它补充上 while 想一下 那这个while什么时候让它停下来 什么时候不能再让high的游标再往左走了 也就是说它们两个进行相遇的时候吧 走的走到头了吧 没相遇就可以一直往左走 所以我们的条件就是说 如果low是小于high的 那你high是不是就可以一直往左走啊 对吧 那紧接着来看一下 一开始去判断 如果说右边的元素比中间值大 那你往左走 是不是循环进来了 紧接着判断一下 还没有走到low呢 那你再往再进行判断一下 再往左走 对吧 那好 这时候 如果说进到循环体当中的某一个位置的时候 这时候第一个条件不符合了 如果说第一个条件不符合 那也就意味着说 是什么情况 看一下 如果这个条件不符合的情况下 那也就意味着它所指的一个元素 也就是说它所指的这个元素 比如说指到54 这个元素是不是得 就已经排序过了 比如说指向的一个31 那也就意味着它所指的这个数据 是比几种元素要小或者是相等吧 那好 假如说我们说它是相等的状态 不是小的状态 那我就应该让把这个值给它放到low所指的位置上来吧 对吧 所以接下来还有一句话 那也就是说 A list 它的low的位置上面的值应该是当前的high 所对应的数值吧 那你想这句话放到哪里面去呢 放到哪里面来呢 放到哪里面来呢 Mile循环是控制它的走吧 然后那边里面的异固条件是判断的当前的值是否比基准值大 如果基准值大的话就向左走 对吧 那现在就想了 我这两个条件就是说不走的情况下 意味着我当前的high所指的应该是比基准元素要小 所以我进行交换吧 那好了 我们现在看一下 也就是说当整个循环这个循环退出来的时候 我才去代表的不再走不再走就应该把high的值放到low的值 也就是说这句话应该放到跟while循环的同等级上面来吧 对吧 那这时候就要看了 也就是说我对于这两句话需要有一个改写了 改成什么样子呢 改成什么样子呢 那也就是说看一下我把底下的这个whileif条件 我给它放到循环里面去 放到循环体面来的时候 你看一下 如果说你的high还比low大 也就是说没有相遇 并且 并且high所指的元素要比中间元素要大 那这时候你的high是不是就可以一直往左走了 对吧 一直往左走 当你退出来的时候一种情况是high跟low是相等的 另外一种情况是high所指的元素要比中间值小 对吧 这时候是不是就退出了 退出来的时候我让底下的 我把high边的这个数据给它放到左边来 可以吧 这代表的是从右往左一直走 看一下从右往左一直走 当前比low是大的 然后紧接着high所指的元素93是比基准值54要大的 那紧接着high是减等于1 减等于1开始往左走一步 指向的是55吧 55的时候再看一下是不是又在循环的条件来判断了 low还是比high小 然后high所指的元素55仍然比54大 所以high又减等于1是往左挪 往左挪往左挪是不是挪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紧接着判断了一下high所指的31是不是比54要小了 一旦小的话后面的这个条件是不是就不符合了 不符合循环是不是不再执行了 不再执行的话执行循环的外面成全了吧 那也就做的是把31的数据放到low所指的位置 让alist让也就是说这里面让alistlow等于alisthigh吧 让他放到左边来对吧 我们刚刚说了放到左边来之后紧接着你要做操作 是不是又得把low往右一个位置啊 对吧 让又让low往右一个位置吧 所以紧接着跟上了这句话 万现在 跟在我帮助我先公司来 然这样 公司来 突然跑得得起来 effic神 是我帮助我来 可不够 从不够 不够 whenever 好 ! 你 阿 这 真 пригante 好